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冯绍峰被问 会给儿子找后妈妈? 冯绍峰的回答让赵丽颖瞬间感动 娱乐圈的分手情侣冯绍峰和赵丽颖 他们的分手曾一度让人惋惜和唏嘘 两人宣布结婚生子的消息也是出人意料 没有任何预兆 他们的爱情 就像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中的明兰和二叔一样 让人感觉他们是那么的形影不离 但当分手传闻传出后 赵丽颖工作室出面辟谣 这让大家都认为两人的关系可能只是戏里戏外 不过他们在拍戏时经常互相打情骂俏 片场互动甜蜜又充满恩爱 分手前 冯绍峰在节目中所说的几乎每句话都离不开赵丽颖 他表明他非常爱他的妻子 分手后 冯绍峰的状态发生了变化 在活动中他总是带着专业的微笑 导演在讲故事的时候 时不时的擦眼泪或许是因为被角色感染 又或许是因为想起了赵丽颖而郁闷 由此可见他对赵丽颖的感情之深 再加上两人还有一个儿子 联系更是密不可分 再婚也许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但宁静的话给冯绍峰的再婚计划泼了一盆冷水 宁静让冯绍峰靠自己打动他 但冯绍峰想要再次打动赵丽颖显然很难 众所周知 赵丽颖这些年为家人做了很多事情 他一直在家照顾丈夫 抚养儿子 工作时间也有限 让儿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没有受到任何的暴露 不过 离婚后的赵丽颖精神状态并不好 看上去憔悴不堪 可见婚姻对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事实上冯绍峰和赵丽颖分手的主要原因是冯绍峰的母亲 也就是赵丽颖的婆婆 有人说赵丽颖的婆婆不喜欢她 所以她们分手了 但公开宣布的原因是她们已经分居很长时间了 这是值得深思的 尽管情绪上有困难 赵丽颖在职业上却非常成功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赵丽颖一直是大家最喜欢的女演员之一 为人低调 没有任何绯闻 主演许多喜爱的作品 然而 令人担忧的是这对夫妇的孩子 许多等网友担心冯绍峰另嫁他人 给孩子找后妈 对孩子不好 因此 有媒体询问冯绍峰是否会给孩子找一个后妈 冯绍峰回答说 孩子的母亲始终是赵丽颖 这让赵丽颖非常感动 无论如何 赵丽颖已经恢复单身状态 相信在她的努力下 她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经历了这段失败的婚姻之后 她对于选择伴侣也会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也希望她能够早日找到人生的另一半 最后 人们对于赵丽颖与冯绍峰的分手 还存在一些疑问 他们是否会复合 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2.赵丽颖的成功秘诀 勇敢追梦 用努力创造辉煌 赵丽颖 这个名字在中国娱乐圈中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她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坚持 努力和奋斗 成为了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 2006年 赵丽颖参加了雅虎搜星比赛 凭借着不顾一切 敢打敢拼的劲头 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冯小刚组的冠军 从此 她顶着冯女郎的名头 踏入了娱乐圈的大门 然而 她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源于她的努力和用心 在拍摄公所沉香时 为了呈现最真实的百合一角 赵丽颖直接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不料 小马受惊 她被重重摔下 此时此刻 拍摄正在进行中 赵丽颖对着即将跑来救援的工作人员大喊 不要过来 这一幕让人感叹她的敬业精神 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 赵丽颖都深知安全感是自己一点一滴拼出来的 可以说 13年的奋斗 赵丽颖的人生就是一部励志大戏 而她也正是因为这种越努力越幸运的精神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外貌和演技 更是因为她的努力和坚持 她从小就对演艺事业充满了热爱 并且不断地努力学习和提升自己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她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 但她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在拍摄《公锁沉香》时 赵丽颖为了呈现出最真实的百合一角 不惜冒着受伤的风险从马背上跳下来 这一幕让人感叹她的敬业精神和对角色的投入 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个用心去演绎每一个角色的艺术家 除了在事业上的成功 赵丽颖在爱情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她与冯绍峰的恋情曾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两人在拍摄《陆真传奇》时相识相恋 他们的感情经历了许多考验和挑战 但他们始终坚守着彼此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爱情是需要经历风雨的洗礼才能更加坚固和持久 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努力和坚持 更是因为她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她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 她都能够勇敢地面对并克服 她的成功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拥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实现自己的梦想 赵丽颖的人生是一部励志大戏 她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的成功告诉我们 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坚持 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上 只有付出真心和努力 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和成功 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成就 更是中国娱乐圈的骄傲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 中国女演员的实力和魅力 她的成功也为中国的年轻演员树立了榜样 激励着他们不断追求进步和突破 赵丽颖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 只要我们拥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 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坚持 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和成功 让我们向赵丽颖学习 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用努力和坚持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忍仲 养